我这条熟猫鲜鱼居然奇迹般的活下来了 连我都不敢相信 大家还记得不 前两天我这条熟猫鲜鱼在这个缸里面 然后被好几条鱼欺负 一度撤起 就是这个塞起 都被咬得不成样了 只剩两个小幼疙瘩了 导致它游泳都不能正面去游了 只能撤着去游 非常艰难 很多人都是相信 这条鱼已经不行了 活不过第二天 其实我当时也是这样认为的 然后我就想着 始码当作活满一 然后就把它挪到这个缸里面 去单独去饲养 好好疗伤 结果这两天 给大家看一下 现在还是有点怕人 你看 现在这个状态已经好很多了 而且你细看 它两边的塞起 就是这旁边两个起 已经是完全长出来了一点 虽然说没有长全 但是已经长出来了 现在它基本已经能保持的一个正常的游泳姿势了 不再是撤着身去游了 看到没有 而且这个精神还挺好 这里受了吗 你看 你看对吧 你看这边之前本来是一个小幼疙瘩的 现在都长出来了一点 已经出现成效了 所以说它现在才能直立的去游泳了 其实我这两天也没做什么 只是把它单独的隔离在这一个缸里面了 让它不要再在那个缸 然后被其他鱼欺负了 对吧 然后就是每天给它喂一点风年虾块 这个风年虾块 它是完全由风年虾干燥制作而成的 喂了几天之后 我感觉它的身体确实已经有好转了 你看 刚才我还给它喂了一点 只不过现在我在拍视频 它可能还是有点抗拒有点害怕 其实我真的没做什么 完全靠它自己强大的恢复能力恢复过来的 我只不过就是给它最多提供了一点营养成分的补给 就是这样 你看 现在这条鱼基本上活过来了 嗯 嗯